澳洲执法人员在纽卡索200海里以外海域发现可疑渔船 进行搜索之后,起获大约一吨可卡因 市价大约是7亿6千万令吉 同时逮捕了三名船员 由于政治新冠疫情肆虐期间 执法人员做好防疫措施展开行动 三名嫌犯也必须穿上个人防护服 第一时间接受病毒检测 三名嫌犯的年龄介于27岁到40岁 其中一人来自中国 所幸他们在病毒检测都呈阴性反应 不过三人在什么过程中就拒绝透露身份 悉尼中央地停星期拒绝三人保释 案件将在10月审理 根据澳洲法令 一旦罪成,嫌犯可能面对终身监禁的刑罚 3.4Not 1 4.5 5.4 5.9 7.4 5.9